第一节,英国请中国定立邦交 在19世纪以前,中西没有邦交 西洋没有派遣驻华的使节 我们也没有派大使公使到外国去 此中的缘故是很复杂的 第一,中西相隔很远 交通也不方便 西洋到中国来的船只都是帆船 那时没有苏伊士运河 中西的交通需绕非洲顶南的好望角 从伦敦到广州顶快需三个月 因此商业也不大 西洋人从中国买的货物不外思 查及别的奢侈品 我们的经济是自己自足的 用不着任何西洋的出品 所以那时我们的国际贸易总有很大的出超 在这种情形之下 邦交原来可以不必有的 还有一个缘故 那就是中国不承认别国的平等 西洋人到中国来 我们总把他们当作琉球人 高丽人看待 他们不来 我们不勉强他们 他们如来 必尊中国为上国而以分属自居 这个体统问题 一是问题就成为邦交的大阻碍 天朝是绝不肯通融的 中国那时不感觉有联络外邦的必要 便解外意岂不是蛮雕之邦 不知理义廉耻 与他们往来有什么好处呢 他们贪礼而来 天朝施恩给他们 许他们做买卖 借以积膜与腐随而已 假若他们不安分手挤 天朝就要脚移 那时中国不知道有外交 只知道脚移与腐移 政治家分派别 不过是因为有些主张脚 有些主张腐 那时的通商制度也特别 西洋的商人都陷于广州一口 在明末清初的时候 西洋人曾到过漳州 泉州 福州 厦门 宁波 定海各处 后来一则因为事实的不方便 二则因为清廷法令的禁止 就成立了所谓一口通商制度 在广州 外人也是不自由的 夏秋两季是买卖器 他们可以住在广州的十三行 买卖完了 他们必须到澳门去过冬 十三行是中国政府指定的 十三家可以与外国人做买卖的 十三行的行总是十三行的领袖 也是政府的交涉员 所有广州官吏的命令都由行总传给外商 外商上给官吏的成文也由行总转递 外商到广州照法令不能作教 事实上官吏很通融 他们在十三行住的时候照法令不能随改革 乾隆56年1791年 正是乾隆帝满80岁的那年 如果英国趁机派使来贺寿 那就能得着一个交涉和促进中英友谊的机会 广州官吏知道乾隆的虚荣心 竭力怂恿英国派使祝寿 于是英国乃派马加尔尼 Laura McCartney为全权特使 于1792年来华 马加尔尼使节的预备是很费苦心的 特使乘坐头等兵船 并带卫队 送乾隆的礼物都是英国上等的出品 用意不外要中国知道英国是个富强 而且文明的国家 英政府给马加尔尼的训令 要他竭力迁就中国的礼俗 唯必须表示中英的平等 交涉的目的有好几个 第一 英国愿派全权大使常驻北京 如中国愿派大使到伦敦去 英廷必以最优质礼款待之 第二 英国希望中国加开通商口岸 第三 英国希望中国有固定的公开的海关税则 第四 英国希望中国给他一个小岛 可以供英国商人居住及住货 如同葡萄牙人在澳门一样 在乾隆帝方面 他也十分高兴迎接英国的特使 但是乾隆把他当作一个前属的共使看待 要他行跪拜礼 马加尔尼最初不答应 后来有条件的答应 他的条件是 将来中国派使到伦敦去的时候 也必须向英王行跪拜礼 或是中国派言向他所带来的英王的画像行跪拜打礼 他的目的不外要表示中英的平等 中国不接受他的条件 也就拒绝行跪拜礼 乾隆帝很不快乐 接见以后就要他离京回国 至于马加尔尼所提出的要求 中国都拒绝了 那次英国和平的交涉要算完全失败了 18世纪魏年和19世纪初年 欧洲正闹法兰西革命和拿破仑战争 英国无暇顾及远东商业的发展 等到战事完了 英国碎派第二次的使节来华 其目的大致与第一次同 但是嘉庆给英史的待遇远不及乾隆 所以英史不但外交失败 并且私人对中国的感情也不好 英国有了这两次的失败 知道和平交涉的路走不通 中西的关系是特别的 在鸦片战争以前 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 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到了19世纪 我们只能在国际生活中找出路 但是嘉庆、道光、咸丰年间的中国人 不分汉满 仍图闭关自首 要维持历代在东方世界的光荣地位 根本否认那个日益强盛的西方世界 我们倘若大胆地踏进大世界的生活 就需要高度的改革 不然我们就不能与列强竞争 但是我们有与外人并驾齐驱的人力物力 只要我们有此决心 我们可以在19世纪的大世界上得着更光荣的地位 我们研究中华民族的近代史 必须了解近代的邦交是我们的大困难 也是我们的大机会 第二节英国人做鸦片买卖 在19世纪以前 外国没有什么大宗货物是中国人要买的 外国商船带到中国来的东西只有少数是货物 大多数是现银 那时的经济学者 不分中外 都以为金银的输出是与国家有害的 各国都在那里想法子加增货物的出口和金银的进口 在中国的外商 经过多年的试验 发现鸦片是种上等的商品 于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奖励种植 统治运销 乾隆初年 鸦片输入每年约400箱 每箱约百斤 乾隆禁止内地商人贩卖 但是没有效果 到了嘉庆初年输入净加了十倍 每年约4000箱 嘉庆下令禁止入口 但是因为官吏的腐败和查禁的困难 销路还是继续增加 道光对于鸦片是最痛心的 对于禁言是最有决心的 即位之初 他就延伸禁令 可是在他的时代 鸦片的输入增加最快 道光元年 1821年 输入上值5000箱 道光15年 1835年 就加到了3万箱 执架中1800万元 中国的银子露出 换着有害无益的鸦片 全国上下都认为 是国际民生的大患 广东有一帮生徒觉得 燕禁绝不能实行 因为法令者 须以之所借以为利也 利法欲俊 则所惠欲多 他们主张一面加重关税 一面提倡种植 拿国货来抵外货 久而久之 外商无利可图 就不运鸦片进口了 道光145年 1834 1835的时候 这一派的议论颇得是 但是 除许乃计一人外 没有一人敢冒天下之大不暇 公开提倡这个办法 道光18年 1838年 黄爵资上了一封奏折 大声疾呼 主张严禁 他的办法是严禁西时 他说没有人西 就没有人脉 所以西者应置以死罪 请皇上严降御旨 自今年某月某日起 至明年某月某日旨 准给一年献戒烟 倘若一年以后 仍然西时 是不奉法之乱民 只知重刑 无不平远 查旧吏 稀释鸦片者 谨家障 其不止出 兴犯者罪 只障一百 徒三年 然皆细活罪 断饮之苦 善于家障与徒障 故干犯民行 不肯断绝 若罪以死论 是连行之惨 更苦于断饮 臣知其情愿绝饮 而死于家 不愿受刑 而死于世 为皇上 既善用刑之意 成孔立法稍言 互相告继 避致波及无辜 然西时鸦片 是否有隐无隐 道官傲审 立刻可辩 如非西时之人 无大身仇 不能污网良善 果系西时者 就亦无从掩饰 故虽用刑 并无留弊 这封奏折上了以后 道官令各省的都府讨论 他们虽不张明地反对黄爵资 总觉得他的办法太激烈 他们说西时者尚只害自己 贩卖者则害许多别人 所以贩卖之罪 重于西时之罪 广州是鸦片烟的总进口 大贩子都在那里 要禁烟 应从广州下手 唯独两湖总督林则徐 完全赞成黄爵资的主张 并建议各种实施办法 道官决定西时与贩卖 都要严加禁止 并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 持赴广州查办殷尽 联文忠公是当时政界声望最好 办事最认真的大员 士大夫尤其信任他 他的自信力也不小 他虽然以前没有办过一物 他对外国人说 本大臣家居民海 于外移一切传俩 早皆深吸其详 实在当时的人 对禁烟问题都带了几分客气 在他们的嘶含中 他们承认禁烟的困难 但在他们的奏章中 他们总是逢迎上风的一指 唱高调 这种不诚实的行为 是我国士大夫阶级的大毛病之一 其实禁烟是个极复杂 极困难的问题 纵使没有外国的干涉 禁烟已极其困难 何况在道光间 英国人绝不愿意我们实行禁烟呢 那时鸦片不但是通商的大力 而且是印度政府财政收入之大宗 英国对于我们独自尊大 闭关自首的 态度已不满意 要想和我们算一次账 倘若我们因鸦片问题 给予英国任何借口 英国绝不惜以武力对付我们 那次的战争 我们称为鸦片战争 英国人则称为通商战争 两方面都有理由 关于鸦片问题 我方力图禁决 英方则希望维持原状 我攻匕首 关于通商问题 英方力图获得更大的机会和自由 我方则应要维持原状 比攻我守 旧世界大事论 那字的战争是不能避免的 第三节东西对打 林则徐于道光19年1839年正月25日 行敌广州 经一个星期的考虑和布置 他就动手了 他预告外国人说 立即不可害人 何德将尔国不识之鸦片烟带来内地 骗人才而害人命呼 他要外国人做两件事 第一 把已到中国而尚未出卖的鸦片 尽数搅观 第二 出去干节 声明以后不带鸦片来华 如有带来 一经查出 甘愿或尽眉官 人及正法 外国人不知林则徐的品格 以为他不过是个普通官僚 到任之初 总要出个告示 大奖什么礼益康齿 实质上还不是在要价 价钱讲好了 买卖就可以照常做了 因此他们就观望 就讲价 殊不知林则徐不是那类人 若鸦片一日未绝 本大臣一日不回 事与此事相始终 断无终止之礼 到了二月初时 外人尚不肯浇烟 林则徐就下命令 断绝广州出海的交通 派兵把十三行围起来 把行列的中国人都撒出 然后禁止一切的出入 换句话说 林则徐把十三行 做了外国人的监牢 并目不许人卖粮食给他们 当时在十三行里 约有350个外国人 连英国商业监督 议律 Captain Charles Elliott在内 他们在里面 当然要受相当的苦 煮饭 洗碗 打扫 都要自己动手 但粮食还是有的 外人预祝了不少 行商又秘密的接济 议律原想妥协 但是林则徐坚持 他的两种要求 事实 英国在中国扬面 只有两只小兵船 船上的水兵 且无法到广州 异律不能抵抗 只好屈服 他屈服的方法 很值得我们注意 他不是命令英国商人 把烟交给林则徐 他是叫鹰商 把烟交给他 并且由他 以商业监督的资格 给各商收据 一转手之间 鹰商的鸦片 变为大英帝国的鸦片 一律共交出 二万零二百八十箱 共计二百数十万斤 使一网打尽 这是林文忠的胜利 道光帝也高兴极了 他批林的奏折说 情知忠君爱国 较然于狱中化外乙 外人尚不完全相信 林真是要禁烟 他们想林这一次发大财了 林在虎门海滩 挑成两个池子 前射寒洞 后通水沟 先由沟到饮水入池 撒盐其中 四头香中淹土 再抛石灰煮汁 烟灰汤沸 颗粒稀进 其味之恶 鼻不可嗅 朝退 启放寒洞 随浪入海 然后刷笛池底 不留捐滴 共历二十三日 全数使尽销毁 逐日皆有文武官员监视 外人致来官者 详细其事 深赞钦差大臣 知坦然无私 毅略当时把脚烟的经过详细报告英国政府以后 静待政府的训令 林文中的大公告成 似乎可以休守了 并且朝廷调他去做两江总督 可是他不去 他说 已到的鸦片 既已销毁 但是以后还可以来 他要彻底进决 方法就是要外商人人出具干截 以后不做鸦片买卖 这个一缕不答应 于是双方又起冲突了 林自觉极有把握 他说 英国的战斗力亦不过如此 英国人腿足缠述紧密 屈身接锁不便 虎门的炮台都重修过 虎门口他又拿很大的铁链封锁起来 他又想外国人必须有茶叶 大黄 他禁止茶叶 大黄出口 就可以治外人的死命 那年秋冬之间 广东水师与英国两支小兵船 有好几次的冲突 林报告朝廷 中国大胜 因此全国都是乐观的 英国政府接到义律的信以后 就派全权代表义律 Admiral George Eliot 率领海陆军队来华 这时英国的外相是巴麦尊 Lord Palmerston 有名的浩大喜功的帝国主义者 他不但所压骗赔款 军费赔款 并且要求一扫就日所有的通商限制和邦交的不平等 义律于道光20年 1840年的夏天到广东扬面 倘若英国深知中国的国情 义律应该在广州与林泽徐决胜负 因为林氏主战派的领袖 但英国人的策略并不在此 樊律在广东并不进攻 仅宣布封锁海口 中国人的解释是英国帕林泽徐 封锁以后 义律北上 派兵占领定海 定海并无军备 中国人觉得这是不武之胜 以后义律和义律 就率主力舰队到大孤口 定海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以后 蜻蜓愤懑极了 道光下令吊闪 甘 圆 桂 乡 川各省的兵到沿海各省 全国搅乱手忙 上面要吊兵 下面就请保 道光帝最怕花钱 于是对林泽徐的信任就减少了 7月22日 他的尚誉 骂林泽徐道 不但忠无实际 反生出许多波澜 思之亦胜愤 慢 看如以和辞对阵也 适时在天津主持交涉者是直立总督齐善 他下了一番知己知彼的功夫 他派人到英国船上假交涉之名 去调查英国军备 觉得英人的船经炮力远在中国之上 他国的弃船 无风无潮 顺水溺水 皆能飞渡 他们的炮位之下 设有石磨盘 中距机轴 只需以转末盘 炮集随其所向 回想中国的设备 他觉得可笑极了 上海关的炮 尚是前名之物 勉强争喜备用 所谓大海及长江的天险 以为外人所拒 任军事者 绿基文臣 笔下虽加 武备卫 安 所以他绝技抚移 英国外乡 指中国宰相书 很使齐善觉得 他的抚仪政策是很有希望的 那封书的前半都是批评林则徐的话 说他如何残暴武断 后半提出英国的要求 齐善拿中国人的眼光来判断那封书 觉得他是个壮志 林则徐带英人太科了 英人不平 所以要大皇帝替他们申冤 他就将计就计 告诉英国人说 上年钦差大臣林等查尽阴土 未能提养大皇帝大功致政之意 以致受人欺盟 措置失当 必当逐细查明 重置其罪 为其事权在广东 此间无平半礼 贵统帅等应及返赵难还 听后钦差大臣 时往广东 秉公查办 定能戴身冤意 至于赔款一层 中国多少会给一点 使英代表可以有面子回国 至于变更通商制度 他告诉英国人 事情解决以后 英人可照旧通商 用不着变更 义律和义律 原不愿在北方打仗 所以就答应了齐善 回到广州去交涉 并表示愿撤退在定海的军队 到光帝高兴极了 觉得齐善以三寸之舌 竟能说退英国的海陆军 掩盛林泽徐的梦朗多士 于是下令将内地各省的军队 盖归原防 以劫费 司时格林泽徐的职 叫齐善去代替他 齐善到了广东以后 他发现自己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 英国人坚持赔款和割香港 或加通商口岸 齐善以为与其割地 不如加开通商口岸 但是怕朝廷不答应 所以只好慢慢讲价 积延十日 英人不耐烦 遂于加二月初开火了 大脚杀脚失手以后 齐善遂和义律定律条约 赔款六百万元 割香港与英国 以后给予英国平等待遇 道光不答应 骂其善事执迷不悟 格职索拿 家产查抄入关 同时调大兵赴月搅拌 英国政府也不满意义律 令派代表及军队来华 从这时起 中英双方借一亿主战 彼此绝不交涉 英国的态度很简单 中国不答应他的要求 他就不停战 道光也是很倔强 义军败了 再调义军 中国兵士有位出战而先逃者 也有战败而宁死不将不逃者 将帅有战前妄自夸大而临战即后退者 也有鞠躬近腾死而后遗者 如官天培 玉谦 海灵诸人 军器不如人 字不带说 纪律不如人 精神不如人 亦不可讳言 人民有些甘做汉奸 有些为饥寒所迫 投入英军做苦力 到了道光22年1842年的夏天 英军快要攻南京的时候 清廷知道没有办法 不能再抵抗 于是接受英国要求 定立南京条约 第四节 民族丧失二十年的光阴 鸦片战争失败的根本理由是我们的落伍 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 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 我们的人民 连士大夫阶级在内 是中古的人民 我们虽判命抵抗中规失败 那是自然的 逃不脱的 从民族的历史看 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 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 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 唐使同志光绪年间的改革一到道光 咸丰年间 我们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二十年 远东的近代史就要完全变更面目 可惜道光 咸丰年间的人没有领受军事失败的教训 战后与战前完全一样 麻木不二 妄自尊大 直到咸丰末年因法联军攻进了北京 然后有少数人觉悟了 直到非学西洋不可 所以我们说 中华民族丧失了二十年的宝贵光阴 为什么道光年间的中国人不在鸦片战争以后就开始维新呢 此中缘故虽极复杂 但是值得我们研究 递中国人的守旧性太重 中国文化有了这几千年的历史 根深蒂固 要国人承认有改革的必要 那是不容易的 第二 中国文化是士大夫阶级的生命线 文化的摇动 就是士大夫放晚的摇动 我们一时行新政 科举出身的先生们就有失业的危险 难怪他们要反对 第三 中国土代夫阶级 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 最缺乏独立的 大无畏的精神 无论在哪个时代 总有少数人看似较远较轻 但是他们怕轻易地指摘 默而不言 林泽徐就是个好例子 林泽徐实在有两个 一个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泽徐 一个是真正的林泽徐 前一个林泽徐是主角的 他是百战百胜的 他所用的方法都是中国的古法 可惜坚臣其善受了英人的贿赂 把他驱逐了 英人未去林之前 不敢在广东站 继去林之后 当然就开站 所以士大夫想 中国的失败不是因为中国的古法不行 是因为坚臣误国 当时的士大夫得了这样的一种印象 也是很自然的 林的奏章充满了他的自信心 可惜自道光二十年夏天 定海失守以后 林没有得着机会与英国比武 难怪中国人不服输 真的林泽徐是慢慢地觉悟了的 他到了广东以后 就知道中国军器不如西洋 所以他竭力买外国炮 买外国船 同时他派人翻译外国所办的刊物 他在广东所搜集的材料 给了魏莫申魏员 魏员后来把这些材料编入海国图制 这部书提倡以质疑 并且以弃质疑 后来日本的文人把这部书译成日文 促进了日本的违心 林虽有这种觉悟 他怕轻易地指摘 不敢公开地提倡 蜻蜓把他折树依离 他在图中曾制书有人说 笔之大炮演及十里内外 若我炮不能挤笔 笔炮先已挤我 使气不良也 笔之放炮如内地 之放牌枪连声不断 我放一炮后 须辗转一时 再放一炮 使气不熟也 求其良且熟烟 亦无他身巧二 不此之物 即远掉百万贸然 恐只攻林敌之一轰 况逆传朝南暮北 为水师使能尾追 暗兵能请刻移动否 但内地降并兵丁 虽不乏九利荣行之人 而皆赌面接障 似此之相聚十里八里 彼此不见面 而接障者 为之前文 徐常为剿匪八字耀言 气凉忌熟 胆壮心其事已 第一要大炮地用 令此一物置之不讲 真令月寒束手 奈何奈何 这是他的思涵 道光二十二年 一八四二年九月写的 他请他的朋友 不要给别人看 换句话说 真的林则徐 他不要别人知道 难怪他后来 虽又做闪干总督 和云贵总督 他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 他让主持轻易的士大夫 睡在梦中 他让国家日趋衰弱 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 去与识人奋斗 林文中无疑的是 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 他尚以为自己的名誉 比国事重要 别人更不必说了 士大夫阶级既不服输 他们当然不主张改革 主张服役的其善 这应诸人 虽把中外强弱的悬殊 看清楚了 而且公开地宣传了 但是士大夫阶级不信他们 而且他们无自信心 对民族亦无信心 只听其自然 不图振作 不图改革 我们不责备他们 因为他们是不足责的 第五节 不平等条约开始 道光22年1842年8月29日 在南京所定的中英条约 不过是战后新邦江 及新通商制度的大纲 自年的虎门条约 才规定细则 我们知道 战后的整个局面 应该把两个条约 合并起来研究 我们应该注意的 有下列几点 第一 赔款2100万辆 第二 割香港 第三 开放广州 厦门 福州 宁波 上海为通商口岸 第四 海关税则详细攒明于条约 非经两国同意 不能修改 是即所谓协定关税 第五 英国人在中国者 只受英国法律 和英国法庭的约束 是即所谓治外法权 第六 中英官利亚等往来 当时的人对于这些条款 最痛心的是五口通商 他们觉得 外人在广州 一口通商的时候 已经不亦防范 现在有五口通商 外人可以横行天下 防不胜防 直到前清末年 文人忧国者 莫不以五口通商 为后来的祸根 五口之中 他们又以福州为最重要 上海则是中英双方 所不重视的 割让土地 当然是识人所反对的 也应该反对的 但是香港在割让以前 毫无商业的 或国防的重要 因人出题香港的时候 北京还不知道 香港在哪里 识人反对割地 不是反对割香港 协定关税和制外法权 是我们近年所认为 不平等条约的核心 可是当时的人并不这样看 制外法权 在道光时代的人的眼中 不过是让疑人管疑人 他们想那是最方便 最省事的办法 至于协定关税 他们觉得也是方便省事的办法 每种货物应该那多少税 都明白的在于条约 那就可以省除争执 负责交涉条约的人 如伊礼布、哲英、黄安同诸人 知道战前广东地方官吏的 科捐杂税 是引起战争原因之一 现在把关税明文规定 岂不是一个釜底抽薪 一劳永逸的办法 而且新的税则平均到5% 比旧日的自主关税 还要略微高点 负交涉责任者计算以后 海关的收入比以前还要多 所以他们洋洋得意 以为他们的外交成功 其实他们牺牲了国家的主权 一害不少 总而言之 道光年间的中国人 完全不懂国际功法和国际形式 所以他们争所不当争 放弃所不应当放弃的 我们与英国定了这种条约 是因为万不得已 如别的国家来要求同样的权利 我们又怎样对付呢 在鸦片战争的时候 国内分为两派 脚一派和辅一派 前者以林泽徐为领袖 后者以齐善为领袖 战争失败以后 辅一派当然得势了 这一派在朝者是军机大臣穆章安 在外的是伊礼布和齐英 中英定了条约以后 美法两国旧派代表来华 要求与我国定约 辅一派的人当然不愿意与美国 法国又打仗 所以他们自始就决定给美 法的人平等的待遇 他们说 倘若中国不给 美法的人大可以假冒英人来做买卖 我们也没有法子查出 这样做下去 美法的人既靠英国人 势必与英国人团结一致 来对付我们 假使中国给美法通商权利 那美国 法国必将感激中国 我们或者还可以联络美 法来对付英国 并且伊礼布 齐英诸人以为中国的贸易是有限的 这有限的贸易不让英国独占 让美法分去一部分 与中国并无妨碍 中国何不做个顺史人情 英国为避免别国的妒忌 早已声明 它欢迎别国平等竞争 所以美国 法国 竟能和平与中国定约 不亚等条约的根源 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无知 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法治 未达到近代文明的水准 六角一派又抬头 在鸦片战争以前 广州与外人通商已经三百多年 好像广州人应该比较知道外国的情形 比别处的中国人应该更能与外人相安五世 其实不然 无口通商以后 唯独广州人与外人感情最坏 冲突最多 此中原因复杂 第一 英国在广州受了多年的压迫 无法出气 等到他们打胜了 他们觉得他们出气的日子到了 他们不能平心静气地原谅中国人因受了战争的痛苦而对他们自然不满意 自然带几分的仇视 第二 广东地方官商自感觉南京条约给他们私人利益的打击 在鸦片战争以前 因为中外通商集中于广州 地方官吏不分大小 都有发大财的机会 南京条约以后 他们的意外裁员都尽绝了 难怪他们要恨外国人 商人方面也是如此 在战前 江浙的私查都由陆入京江西 过美岭 而有广州的十三行卖给外国人 据外人的估计 五家的一和行在战前有财产八千多万 恐怕是当时世界上最富的资本家 南京条约以后 江浙的私查 外人直接到江浙去买 并不经过广州 五口之中 上海日盛一日 而广州则日行衰落 不但富商受其影响 就是劳工直接间接受影响的都不少 难怪民间也恨外国人 仇外心理的表现之一 就是杀外国人 他们到郊外去玩的时候 乡民出其不意 就把他们杀了 考英知道这种仇杀一定要引起大祸 所以竭力防御 绝不宽容 他严厉地执行国法 杀人者处死 这样一来 士大夫骂他是洋奴 他们说 官民应该一致对外 哪可以压迫国民以顺疫情呢 因此 这应在广东的地位 一天困难天 在广东还有外人进广州城的问题 照常识来看 许外国人到广州城里去四平 是无关红纸的 在外人方面 不到广州城里去四平 也没任何损失 可是这个入城问题竟成了核战问题 在上海 就全无这种纠纷 南京条约以后 外人出到上海的时候 他们在上海城内租建民房 后来他们感觉城内街道狭小 卫生情形也不好 于是请求在城外画一顿地 作为外人居留地区 上海到台也感觉滑洋杂处 不便管理 乃画阳京邦以北的小快地 作为外人住宅区 这就是上海租界的起源 广州十三行 源在城外 鸦片战争以前 外人是不许入城的 广州人简直把城内作为神圣之地 外人躺进去 就好像与尊严有损 外人也是争议气 他们以为不许他们入城 就是看不起他们 考英费尽苦心调性 干外人与广州人民之间 不料双方欲言欲起尽 道光27年 1847年 英人竟兵临城下 要求入城 其英不得已 许于两年后准外人入城 希望在两年之内 或者中外感情可以改良 入城可以不成问题 但当时人民攻击者应者多 于是道光调他入京 而升广东巡抚徐广江 为梁广总督 道光给徐的上誉 很清楚地表示 他的态度 将既重在安宁 民心不失 则外无可强 似后欲有民意交涉事件 不可斩训兼就 有失民心 质干变通参拙 是在该蜀都临时加益权衡体察 总期以诚实结民情 以积模办一物 方为不复为徐广哨升任总督以后 就写信问林则徐寓仪之法 林回答说 民心可用道光的上誉 和林则徐的回答 都是士大夫阶级 传统的高调和空谈 仅以民心对外人的炮火 当然是自杀 民心固不可施 可是一般人民懂得什么国际关系 主政者应该负责指导舆论 如不指导 或指导不生效 这都是政治家的失败 徐广旭也是怕轻易的指责 也是把自己的名誉看得重 国家是看得清 当时广东巡抚叶名称 比徐广更顽固 他们继承了林则徐的一波 他们上台就是脚一派的抬头 道光29年 1849年 两年后 徐入城的约到了七 英人根据条约提出要求 广州的士大夫和民众一致反对 徐广将最初游移 后义无可奈何 只好顺从民意 叶名称自使及坚决反对旅行条约 他们的办法分两层 第一 不与英人交易 第二 组织民众 英人这时不愿为意气之争与中国决裂 所以除声明保存条约权利以外 没有别的举动 徐叶认为这是他们的大胜利 事后他们报告北京说 既自正月27日至3月20日 居民则已工人 铺户则已火机 君则其强壮可靠者冲补 挨户注册 不得在外雇目 公开筹备经费 制造器械 天设栅栏 共团永至十万余人 无事则个安工作 有事则立出捍卫 明处则不见何歌迟在之人 暗中时皆折冲欲武之事 诸批 震出不料 清等有此妙用 众志成城 奸于今时 永能内罪土匪 外景华仪 为纪念胜利 道光帝赏了徐广善子诀 世袭双眼花灵 叶明探难诀 世袭花灵 道光又特降欲止 加名广州民众 我岳东百姓俗称骁勇 乃近年声名大义 有勇之方 故由华岛之神 一系天性之后 这念其一代之功 能无策然有动于中平 道光三十年 1850年年初 道光死了 贤主即位 在咸丰年间 国内有太平天国的内战 对外 则搅一派的势力更大 道光三十年五月 有个御史曹吕泰上奏说 查阅东一物 临时之而徐中之 两臣皆为应以所敬畏 去遂林则徐起嫁回籍 青春娶到江西养籍 使此日应以玩耿不化 殷勤只生江西俯臣 诉令林则徐赶紧来京 后必见后 令其携伴一物 数己宋朝中国 富相司马之意 若精神尚未复原 亦可养疗京中 物具回籍 臣之英仪 必望风而迷 既两兮无可失 可永无相望之律矣 咸丰也很佩服林则徐 当即下令 交林来京 林的运气真好 他病大众 以后不久就死了 他的名誉 借此保存了 脚一派崩溃 林则徐死了 徐广善离开广东 大太平天国剧了 在广东赴外交重任的是 叶明琛 他十分轻视外人 自然不肯退让 在外人方面 他们感觉已得的权力不够 他们希望加开通商口岸 就有的五口只包括江 浙 敏 越四省海岸 现在他们要深入长江 要到华北 其次 他们要派公使驻北京 此外 他们希望中国地方官吏 不拒绝与外国公使领事往来 最后 他们要求减轻关税 并废除离金 这些要求除最后一项外 并没有什么严重的性质 但是 咸丰年间的中国人 反而觉得税收一项道可通融 至于北京驻使 长江及华北通商 及官吏与外人往来各项 简直有关国家的生死存亡 绝对不可妥协的 贤主四年 1854年 应美两国联合要求修改条约 当时中国没有外交部 所有的外交都有梁广总督办 叶明琛的对付方法就是不交涉 外人要求见他 他也不肯接见 应美两国的代表跑到江苏去找两江总督 他劝他们回广州去找一名称 他们后来到天津 地方当局只愿奏请皇帝施恩稍微减免各种税收 其余盖拒绝 总而言之外人简直无门可入 他们知道要修改条约只有战争一条路 咸丰6年1856年 叶明琛派兵登香港注册之亚罗船上去搜海盗 这一举动给了英国人开战的口实 不久 法国传教士马神父在广西西林被杀 叶明琛不好好处理 又得罪了法国 于是应法联军来和我们算总账 显主七年1857年冬天 应法联军首先进攻广东 土代夫阶级所依赖的民心竟毫无力量 应法不但打进广州 而且把总督巡抚都俘虏了 夜后来被押送印度死在加尔各达 巡抚百贵出来做英法的傀儡维持地方治安 民众不但不抵抗 且帮助英国人把落台衙门的酷银抬上英船 咸丰八年 1858年 英法联军到大孤口 交涉失败 于是进攻 我们迫不得已与制定天津条约 接受英法的要求 于是英法撤退军队 清狂对于北京驻使及长江通商始终不甘心 总要想法换回 清狂派桂梁和花沙纳到上海 名为交涉海关细则 实则想取消天津条约 为达到这个目的 清廷准备出很大的代价 只要英法放弃北京驻使 长江开通商口案 清廷愿意以后全部收海关税 幸而桂梁及和桂青反对这个办法 所以天津条约未得挽回 清廷另一方面派科尔沁亲王森格林沁在大孤不防 森格林沁是当时著名勇将之一 办事及认真 贤主9年1859年英法各国代表又到大孤 预备进京去交换天津条约的批准证书 他们事先录文中国要修改天津条约 并在大法设防 所以他们北上的时候 随带相当海军到了大孤口 看见海河已堵塞 他们责责不平 责中国失信 并派船拔取防御设备 森格林沁就令两岸的炮台出其不意同时开炮 英法的船只竟无法抵抗 陆战队陷于海滩的深泥 已不能登岸 他们只有宣告失败 等国内增派军队 贤主9年的冬季 即10年1860年的春季 正是清廷与太平天国内战最紧急的时候 苏州被太平军包围 危在旦夕 江浙的官吏及上海 苏州一带的绅士听见北方又与英法开战 简直惊慌极了 因为他们正竭力寻求英法的援助来对付太平军 所以他们对北京再三请求抚移 说明外人兵力之可谓 即长江下游后世之险急 清廷虽不许他们求外人的援助 恐怕示弱于人 但外交政策并不因大孤口的胜利而转强硬 北京此时反愿意承认 天津条约 关于大孤的战事 清廷的辩护一级有理 唐使英法各国代表的真意旨是在进京换约 何必随待重兵 海河既为中国领和 中国自有设防的权力 而这种防御或者是对太平军 并非对外仇视地表示 海河虽阻寨 外国代表尚可在北唐上岸 由陆路进北京 中国根据以上理论的宣传颇生效力 大孤之意以后 英法并不坚持要报复 要学耻 他们只要求赔偿损失 及其他不关重要之条约解释与修改 这种天津条约以外的要求 遂成为贤主十年 1860年 英法联军的起因 贤主十年 英法的军队由侧面进攻大孤炮台 僧格林庆不能支持 连天津都不守了 清廷又派桂梁等出面在天津交涉 格外的要求答应了 但到签字的时候 一则英法代表要求率卫队进京 二则因为他们以为桂梁的全权的证书不合格式 以他的交涉不过是中国的缓兵之计 所以又决练了 英法的军队直向北京推进 清廷改派以亲王载元为钦差大臣 在通州交涉 条件又讲好了 但英时的代表巴夏里在签字之前声明 英时到北京后必须向中国皇帝灭帝国书 这是国际间英行的礼节 但那时中国人认为这是外移的狂精 其居心叵测 中国绝不能容忍 在原乃令军队捕拿英法代表到通州来的交涉人员 这一举激怒外人 军事又起了 咸丰帝原想青统六师 直抵通州 以升天讨 而张踏乏 可是通州决裂以后 他就逃避热河 派公亲王易靖留守北京 易靖是咸丰的亲弟 这时至28岁 他当然毫无新知识 咸丰八年 1858年 天津交涉的时候 他竭力反对长江通商 补拿外国交涉代表最初也是他提议的 所以他也是属干脚一派的 但他是个有血性的人 且真心为国图谋 他是清朝后百年宗室中之贤者 再到贤时代 一般士大夫不明天下 大事是可原谅的 但是战败以后而仍旧虚焦 如附和林泽徐的脚一派 或是服输而不图振作 不图改革 如附和者应的府一派 那就不可救药了 公亲王把握政权以后 天下大事为之一变 他虽缺乏魄力 他有文祥做他的助手 文祥虽是亲贵 但他的品格可说是中国文化的最优代表 他为人十分廉洁 最近笑道 他可以做都府 但因为有老母在堂 不愿远行 所以坚持 他办事负责而认真 且不怕别人的批评 我们如戏读文文中年谱 我们觉得他真是一个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政治家 易晋与文祥在援手逃难 京都将要失守的时候 接受大命 他们最初因无外交经验 不免举棋不定 后来把情势看清楚了 他们就毅然决然承认外人的要求 与英法定立 北京条约 条约签订以后 英法退军 中国并没丧失一寸土地 显著八年1858年的 天津条约和十年1860年的北京条约 十三年的战争和交涉的结果条款 虽很多 主要的是北京驻使和长江通商 历史上的意义不外 从此中国与西洋的关系更密切了 这种关系故可以为祸 亦可以为福 看我们振作与否 艺术与文祥绝不转头回看 留恋那已拒不复回的闭关时代 他们大着胆向前进 到国际生活中去找新出路 我们研究近代史的人所痛心的就是 这种新精神不能出现干鸦片战争以后 而出现于一十年后的闲末后出 一寸光阴一寸金 个人如此 民族更如此 一寸光阴一寸金